在街上跟帅哥搭讪,是很多女生都不敢做的事,但是就有这样一位女生,靠着在街头跟帅哥搭讪,合体拍照,抖音粉丝成火箭式疯狂暴涨,现如今已经快要2000粉,算得上是自媒体中的一股泥石流,她就是小于海棠,一直要和999个很帅的男生合照,组成一个帅哥天团,每次出镜都会厚着脸皮在路边逮帅哥,每条视频的点赞几乎都过百万,她做了很多女生感想却不敢做的事, 但是却有很多网友猜测,小于海棠的每条视频都有剧本,而且因为一条翻车视频,她的路人员急转直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于海棠97年出生,江苏南京人,据网友爆料身高连1米6都不到,而且和大部分女网红不一样,小于海棠爆红也不是靠出众的颜值,所以女生们真的不要有容貌焦虑,只要自信,你就是最美的,18年的时候,小于海棠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不过那个时候, 她就已经接触到了自媒体领域,在一家公司做运营,而且负责的就是美食和美妆这些板块,文案编辑和图文策划,是她最拿手的 在慢慢熟悉了公司的套路之后,小于海棠就萌生了单干的想法,独自一个人运营账号,没想到反响还不错,已经有了几十万的粉丝,见到成效之后,小于海棠就用心经营起自己的账号,还慢慢转型成了美妆博主 同样有了上百万的粉丝,但是没过多久之后,小于海棠就遇到了瓶颈期,枯燥范围的视频让她止步不前,已经有经验的她,研究了各种自媒体流量 在跟自己的摄影师朋友商议之后,她萌生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那就是跟999个帅哥合拍,有了好点子之后,小于海棠立马就跑到篮球场抓人 在21年4月份的时候,她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头一句弟弟们,姐姐来了,还破有篮球场,就是她后宫的风范 不得不说她挑帅哥的眼光真挺好,玩衣服的帅哥光是看背影就感觉很帅,在看到正脸之后,什么是花痴,相信网友们都有目共睹 小于海棠不争气地流出了口水,但毕竟是第一次搭讪帅哥,小于海棠显得有些鱼无伦次,但是结果还是好的 第一位帅哥在她半萌妆可爱的公式下,就这样答应了她的请求,跟她一起合拍了一组篮球场主题的情侣大片 还顺手在篮球场边上补了个妆,从美瞳到口红,所有精致妆容诞生的过程,一步不落 还成了她所有视频里的必备环节,给所有粉丝都留下了一个,小于海棠拍照之前必会补妆的印象 这也是她给自己打造的标签,虽然长相有些甜美,但是在颜值主播里根本排不上号 可是依然挡不住她的大红大紫,网友们都想不到,一个招帅哥拍照的视频能这么火 令小于海棠也没想到,第一条视频的反响就很不错 一夜之间就有50多万点赞,掌握了流量密码的她 大胆的风格再加上视频比较真实,美妆与情侣合照的方式相结合 很大程度满足了观看者的代入感和好奇心 而每一期视频,她都会献你盯好主题 再根据主题找相应的帅哥,帅哥的质量高,而且很符合大众审美 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小于海棠已经躋身成了千万网红 伴随着那些好评的,就有一些网友表态,小于海棠真的很令人吓头 在找帅哥的第61天,小于海棠就拟定好了要拍军阀主题 于是在街上寻找浓眉大眼,一眼看上去就很英气的帅哥 但是在挑选帅哥的过程中,小于海棠拍到一个正在打游戏的帅哥 但是却因轮廓不够清晰,跟他一样黑的评价,放弃了这个男生 先不说他是不是拟定好的剧本,但就这样的影响力 却随意评价别人,还专门放大镜头给特写 就让人感觉有点生理不适,看上一位小哥哥他就假装路过 如果不是心仪的帅哥,就会给他打伤不合格的标签 光是这种不询问别人意见,就随意评判的风格,就遭到很多网友的抵制 后来小于海棠的确找到了一位帅哥,跟他一起拍摄了军阀大片 还在视频里跟帅哥要了抖音账号,表示一定会爱特对方 但始终都没有见到他实行,被挑选到的帅哥就是工具人 没被挑到的帅哥,就要被特地圈出来评价 多少让网友觉得有些吃相难看,尊重是互相的 如果一个人不尊重别人,那他就没必要要求别人也尊重他 最败坏路人员的视频,是在跟帅哥合拍的第74天 小于海棠同样拟定好了主题,也找到了心仪的帅哥 但是人家名花有主,于是就拒绝了小于海棠 但是万万没想到被拒绝之后,小于海棠竟然委屈地哭了起来 本来还没有事,但是因为一些粉丝,一时间评论区闹翻天 居然有人扒到视频中的男生,跑到他的抖音下面跑轰 这就有点不对了,这已经影响到人家的私生活 而且评论区里小于海棠也证实,他并没有被骂 就由热心的网友指出,别人有选择的权利,要不要跟你合拍 而且做这种事就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 这样玻璃心不适合当博主,还是找个地方演你的穷摇去吧 没想到还遭到粉丝的攻击,说什么哭也是别人的权利 是挡不住一个人哭,但是他明明可以不放出这期视频 却偏偏把自己最委屈的方式放出来给粉丝们看 那抑郁何为,是要粉丝帮忙还是求安慰 具体的想法留给观众老爷自己体会 对于小于海棠这种新兴博主 不知道观众老爷对此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观看 关注我,我们下期精彩节目再见